中国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在逐渐减弱 2015年经济增长滑落到6.9% 为20多年来的最低点 中国政府承认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发后劲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去产能过剩 降低举债规模和水平 山西和河北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重要省份 在新的一波去过剩产能中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中国政府星期一表示 未来钢铁和煤炭的行业将有180万人失业 为了避免因工人大量集中失业 中国政府决定每年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 支持行业去产能安置失业工人 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乏力 找工作难 找一份合适 喜欢离家不远的工作更难 39岁的段亭林来自黑龙江 每年冬季到北京找工作 他说今年找工作比往年更难 普通劳动者对一个大都市来讲 就是他那个需求量 就是说供大于求了 我这么认为的 你看这人都是人山人海的 但是真正能就是适合他的工作 很难找对吧 真正对上口的工作很难找 大学毕业生虽然有一技之长 但找到满意的工作并非容易 感觉不太好找 原来是想从事的行业来说 目前不是很多在这个北方 主要都集中在南方 但是我家是北方的 所以不太想去南方找这些工作 今年来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基本保持平稳 尽管经济发展放缓 2015年末的失业率仍维持在4.05% 很多经济学家把这归咎于中国的 一胎化政策 以及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一说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 在一线城市重新挨置部分劳动人口 是在北京找到的工作 更适合他追求的这个工资的高的回报率 还是在别的地方 这可能他有一个逐渐的 就是从这个政府部门所调节的市场 到自己所搜寻的市场之间 形成这个结合点 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 周末将在北京召开 经济增长放缓 国企改革导致的工作消失 将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毕竟大量失业人员生存问题 若处理不当 很可能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而这是中共当局 极力避免最不愿看到发生的事情 VOA卫视新闻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